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VCR中 肖战感谢了举办方的这份认可 并希望以后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光点对于粉丝而言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对于荣获年度人气单曲 作为粉丝 其实是觉得情理之中的事 毕竟光点无论是创纪录一般的销售额 居高不下的热度 还是里程碑一般的位置 拿下年度人气单曲 本就应该当之无愧 虽然肖战并未现场 但当现场主持人颁发这一奖项 当大屏幕上出现肖战的照片及VCR 当粉丝听到肖战的名字时 现场瞬间震耳欲聋 虽没有红海 但粉丝的热情不减 可见他的人气有多高 肖战值得 光点实至名归 肖战凭借光点拿下一个又一个奖项 虽然他是通过演员大火 但是在音乐的道路上一直在追逐 他的光点看似获得许多荣耀 但是他背后的意义真的了解吗 那是肖战与小飞侠处于黑暗的时候 唯一亮起的光 对接彼此的桥梁 支撑彼此走下去的动力 光点如他的名字 充满爱 希望和温暖 肖战的个人数字单曲 在两个音乐平台开创性地开启了公益解锁活动 助力公益 为爱发声 我们生而为爱 我们为爱而行 走过的痕迹会变成光点 肖战凭借光点拿下一众年度单曲榜单冠军 人气流量已用1.4亿销售额证明 非常厉害 不仅数据上令人惊人 在唱功上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每一次的舞台表现 全开麦已经成为现在的标签 若是不全开麦 都是对舞台的不尊重 可以看出肖战到底有多么尊重舞台 他是肖战 是演员 是歌手 更是正能量偶像 他告诉我们要向爱而行 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他积极面对所有 所以小飞侠也要乐观地面对一切 相互支持 成就彼此 在公益上 我们也在不断地努力前行 愿大家不忘初心 向爱而行 向光前进 未来也会继续保持初心 向光而行 致力公益 一起投也不回地走下去 全面复工的肖战 不仅代言一个又一个 各种奖项也是拿到手软 在近日举办的腾讯音乐盛典中 肖战的光点荣获年度人气数字单曲大奖 不过很可惜 肖战因为工作关系并没有到场 只是录播了一段视频 还提前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光点这首歌是肖战首次搭档国际制作团队 跨地域合作完成 代表了他在音乐事业的全新出发点 同时也展现了他在音乐领域坚定耕耘的态度 这也是肖战首次尝试R&B曲风 歌曲中 中文的部分填词结合了肖战过往的经历 量身创作 温暖而坚定的字句 无不透露出他的坚定与平常心 过往的成长经历 酝酿出这一首情感和意义丰富的作品 表达出他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生活的体会 希望在2021年这个别样的春天带给大家温暖和爱的力量 确实 这首歌也让肖战多次在音乐领域取得不俗的成绩 而且 此首单曲的销售额也是惊人 而肖战却用这笔收入用作慈善建立希望小学 确实给大家带去了温暖与力量 2020年度 明星音乐消费影响力数字单曲EP榜单发布 肖战凭光点获音乐消费影响力年度人物Top1 光点发行于2020年4月25日 肖战首次搭档国际制作团队跨地域合作完成 上线一小时销售额过千万 三天销售额破亿 并同时助力于多项公益活动 年度总销售额更是高达1.4亿元 同时解锁了腾讯音乐的多项殊荣 并达到了殿堂级唱片的等级 此首歌曲意义非凡 4月份 正是肖战遭受网络暴力的时候 当时的肖战静下心来 对人生思考了很多问题 他并没有怨人忧天 也没有被恶意所吞食 而是用坚强的内心和最大的善意 来回馈这个给了他伤害的世界 歌曲以光点为灵感 寓意一个光点的轨迹 形成光线 汇聚成光芒 肖战亲自创作设计了单曲封面 对于创作灵感的来源 肖战说 静脉和动脉的连接处是心脏 蓝色的线条和红色的线条交错 组成了爱的形状 而爱是光的原点 他是以这首歌来激励自己 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都要带着爱前行 这积极向上的态度 是多么鼓舞人心呢 而这首歌也正如他所愿 让人听见了希望 感觉到力量 这首歌发行时 也正是疫情非常严重的时期 当音乐响起 肖战的声音出现在耳边 生命渺小 不可思议 生活绝不轻易放弃 生命本如流星般转瞬即逝 何不向爱而行 我们为爱而生 我们生而为爱 在那一刻 泪水终于决堤 是啊 在这广末的宇宙中 我们是多么渺小 但我们有深厚的情感 我们努力地生活 我们为爱而生 在TMEA音乐盛典上 肖战凭借光点这首 深受大家喜爱的音乐作品获奖 光点是点亮心中那盏灯的歌曲 对于肖战来说意义非凡 而光点荣获年度人气数字单曲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肖战能够以VCR形式出现 让粉丝兴奋不已 回顾光点首发时超高的人气 在没有任何预热宣传的情况下 销售创造了奇迹 热度持续升温 多次获奖 在华语乐坛有不小的影响力 让人为之震惊的同时 也感慨这首歌曲带来的力量 光点取风欢快 歌词积极乐观向上 能够激发人们的斗志 这样的歌曲能够获得人气歌曲奖项 是实至名归 光点也是希望的象征 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光点背后的故事更是十分感人 疫情之下鼓舞人心 是很多人的精神食粮 光点是肖战首次搭档 国际制作团队跨地域合作完成 代表了他在音乐事业的全新出发点 同时也展现了他在音乐领域 坚定耕耘的态度 歌曲以光点为灵感 寓意一个个光点的轨迹 形成光线 汇聚成光芒 过往的种种成长 酝酿出这一首情感和意义 极为丰富的作品 表达出他对人生的思考 对生活的种种体会 希望在2020年这个别样的春天 带给大家温暖和爱的力量 对于光点的意义和价值 无论是歌迷还是肖战本人 都十分的引人深思 这样一首正能量歌曲 能够在TMEA盛典中 获得年度人气单曲的荣誉 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考量 比较遗憾的是 肖战因为工作的原因 未能到现场领奖 以视频的形式 一身黑色西装 亮相TMEA盛典 在这段视频中 肖战感谢了举办方的这份认可 并坦言以后会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总之 肖战一身黑色西装 亮相音乐盛典 赢得了台下的一阵又一阵欢呼 恭喜肖战光点 获得年度数字人气单试 让我们迎着光走下去吧 加油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